故宫博物院即将迎接90周年 首展就推出台湾当代知名画家陈诚波 120岁诞辰的纪念画展 这次画展从北京、上海、东京 最后回到了台北 在故宫展出了将近80幅画作 这些画作当中还有1947年228事件之前 陈诚波在画室中的最后一幅画作叫做《玉山鸡血》 基金会的董事同时也是陈诚波的孙子 他就说身为陈诚波的后代 他会将这些珍贵画作永世流传 这幅远山上的厚厚鸡血 就是画家陈诚波在228事件前 画室中完成的最后一幅作品《玉山鸡血》 他是陈诚波的孙子陈立白 陈诚波是台湾第一位以西画入选日本画展的画家 他说阿公虽然在228事件牺牲生命 希望他留下来的珍贵画作 能在台湾永远流传 就是说我们继承了前代的东西 前面的东西把它当成一个 有形的资产还是无形的文化资产都可以 可是当这些留给下一代的时候 不是我们说了算 我们应该去引导他 他们想说什么 那我们去倾听他 今年是陈诚波120岁诞辰 他的纪念巡回展最终站来到故宫 这同时也是故宫90周年愿庆的第一个大展 除了代表性的玉山鸡血之外 还有很多罕见的水墨画作和书信遗物 像是陈诚波在30年代画下当时的嘉义街景 嘉义公园为历史留下记录 电影Canon就是参考陈诚波的画作 陈诚波曾经到上海接受现代美术的熏陶 他将东方的题材湖中泛舟融入油画作品 1929年在上海完成这幅清流 我的家庭创作时期 记录了陈诚波全家聚在上海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长子陈诚光回忆起这段时光时想起 在父亲到上海第二年的1930年 我们举家跟着到上海与父亲团聚两年 陈诚波非常重视家庭时光 常为家人留下画像 像是这幅祖母像以及难得的全家服 陈诚波藏风特展将在故宫展出至明年三月 透过画作回顾台湾历史